第三的七体 有关双氧水自备氧气及检验其性质 上列哪些叙述是正确的 甲刚开始产生的气体不要收集 这个是对的 我们教科的注意事项是 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 因为它是原本里面的空气 甲是对的 以氧气的密度较空气大 故意向上排气法收集 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是对的 但是如果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我们都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氧气比较不会溶于水 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所以我们是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叙述已是错的 丙氧气可使线消燃烧更旺盛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过氧有助燃性 所以它可以使线消燃烧更旺盛 丁将氧气导入澄清的石灰水中 会产生白色沉淀 这个是错的 加入沉清石灰水 会产生白色沉淀的是二氧化碳 不是氧气 叙述丁是错的 物 可加入二氧化猛加速反应 这个是对的 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以二氧化猛做催化剂 加速反应的进行 物是对的 即 若氧气生成速率太快 则由季头漏斗加入水 这个是错的 我们上课教的注意事项是 如果气体产生太快 要将导管从水中拔出 所以呢 几次错的 我们正确的迅速是 甲 丙 物 因此 第三期里问我们说 项链哪些迅速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 c 甲 丙 物